矿工挖到一个冰淇淋矿 没有加工就直接迈向市场 人们吃完都上了瘾 差点毁灭整个世界 今天要带来的电影是 疫情大灾难 晚上下班的时候 矿主老头哈利在自己的矿场里 发现了一堆白色液体 无论味道还是外形 都和冰淇淋一模一样 哈利心生一气 把这些液体直接包装后就迈向了市场 靠着明星代言和广告宣传 再加上这种冰淇淋本就特别好吃 刚上市两个月就在全国风靡起来 冰淇淋卖得这么好 其他同行们都坐不住了 于是他们请了一位商业间谍小帅 帮忙调查这种冰淇淋的配方 晚上饿肚子的捷克爬起来翻冰箱 突然发现冰箱里的冰淇淋居然会冻 这时被捷克吵醒的老爸走了过来 但是老爸刚一过来 冰淇淋又停止了移动 捷克说的话他也就没当回事 还自顾自的也吃起了冰淇淋 第二天 全家人都被这种冰淇淋的味道吸引了 还让捷克也尝一尝 这么可怕的东西 捷克自然是不敢吃 但是不但自己不吃 他还跑到超市里 把货架上的冰淇淋全都丢到了地上 小帅这边 他先是找到了负责冰淇淋营销的小美 然后使出了一招美男计 打听到了生产负责人的地址 冰淇淋的配方负责人肯定不会说 但他给了小帅一份哈利公司的资料 靠着资料 小帅来到了哈利公司所在的小镇 在镇子上 小帅遇到一个大黑哥 这大黑哥说 哈利公司原本是自己的 都是因为自己中了哈利的圈套 公司才被骗走了 于是两人决定联手调查冰淇淋的配方 他们来到当地的邮局打听 结果邮局的老板 被冰淇淋悄悄动手杀掉了 随后 他们还遭遇了一群暴躁的村民 得亏最后坐上船跑了 从镇子离开的小帅 找到了冰淇淋的经销商 但是经销商对冰淇淋一无所知 只知道他能让自己赚很多的钱 线索全断的小帅又回去找了小美 正巧在报纸上 看到了捷克大闹超市的新闻 他觉得捷克可能知道点什么 而此时 捷克一家人都被冰淇淋给控制了 他们还逼迫捷克一定要尝一尝 但是捷克却偷偷把冰淇淋冲进了马桶里 还找来了T恤泡沫 假装自己也爱上了冰淇淋 但是刚吃了两口就被爸爸给发现了 没办法只好从家里逃了出来 小帅此时正好赶来带走了捷克 小帅小美和捷克一起乘飞机来到了冰淇淋的工厂 疲惫的捷克一个人留在客舱里休息 小帅和小美假扮记者去工厂里面调查 但是所有的工人都对配方的事情手口如瓶 与此同时 飞机里的小帅遭遇到了冰淇淋的袭击 慌乱中他藏在了装冰淇淋的车里 工人们也没看到他顺手就盖上了盖子 到了晚上 小帅的枕头下面冒出了一大坨冰淇淋 小美救小帅的时候发现 用火可以驱赶冰淇淋 一个被冰淇淋控制的人冲进来攻击小帅 但是也被发狂的冰淇淋给淹没了 虽然小美点火救了他一命 但是整个旅馆都被点燃了 两人开车流进工厂里四处寻找 最后终于找到了冰淇淋矿 看着这种有生命一样的白色液体 两人决定找一辆车 偷一部分回去当证据 找车的时候 正巧听到了捷克在车里的呼救声 救出捷克后 小帅又引爆了事先埋在矿区里的炸药 炸毁了整个矿场 在逃离的路上 他们遇到了当地的军队 领头的军官在得知了小帅的遭遇后 就带领军队来到了冰淇淋矿场 士兵们也发现 这些失去理智的工人被打倒以后 身上流出来的都是和冰淇淋一样的白色液体 在控制了工厂之后 小帅一行人回到了城里 利用广播电台通知大众们远离冰淇淋 有军方的证实 大众们都相信了广播里的通知 他们把所有能找到的冰淇淋都集中销毁了 小帅本以为事情终于是告一段落了 但是没想到 最初委托自己调查配方的老板 找到了新的冰淇淋矿 还做成了新的奶制品销往全国 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这部上映于1985年的科幻片 实际上是在批判消费主义 就算是一件普通的商品 我们要是没法抵御他们带来的诱惑 就会成为商品的奴隶